大家好,我是超神龙哥哥 第五人格中的束闪之魂有三大随身法器 震魂闪、召魂灵和十二生肖罗旁 首先最厉害的法器是小黑手上的召魂灵 大家可能并不熟悉这个灵丹的背景 今天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束闪之魂三大法器的由来 召魂灵又叫三清灵,是道家的自保 正所谓召魂灵想生人物尽 召魂灵据说是需要经过三年方可炼成 每日需要接受香火供奉 并且每年需要在重阳节时以入水洗炼 以保正节凝聚正阳之气 因为重阳节被视为一年之中阳气最盛的一天 如此经过三年才能炼旧召魂灵 此灵多用于召唤亡魂 降神驱魔时才会使用 所以召魂灵想生人物尽的意思就是 如果召魂灵想起说明此乃凶煞之地 周围有邪灵生人寝物靠近 在第五人格的游戏中 小黑用召魂灵干扰求生者 这求生者有几个最后会变成亡灵呢 容乐又突然想起了官方最初公布的死亡名单 用于对付亡灵的召魂灵能攻击求生者 这点倒是耐能寻味了 召魂灵一般存在于佛道家的道场之中 一般情况下外界也是比较少见的 束闪之魂的第二个法器是十二生肖罗旁 这是礼器中常用的分水探测工具 罗旁又叫罗金仪 古人凭着经验把宇宙中各个层次的信息 如天上的星术 地上以五行为代表的万事万物 天干地支等全部放在罗旁上 通过罗旁持针的转动 寻找适合特定人或特定式的方位或时间 罗旁是一种中立性的探测仪 罗旁倒是普遍可见的 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束闪之魂的正魂伞 这个能寄居灵魂的伞的设计灵感 可能是参考了古代民间鬼打伞的传说 传说清明节前后有一种花会在雨中开放 转如小伞 又因生长在坟头顾名鬼打伞 若有人见到它开放 此夜十二点的时候 在死去的清人坟前拿着它挤走三圈 就可将孤魂带回家 另外民间还有一种传说 在室内将伞打开会聚集阴气 鬼魅将会现身 所以在屋内不要开伞 后人把这些民间传说融合在一起 用于小说和影视创作 就延伸出了一些影视剧和小说中 玩灵躲藏在伞里的故事 游戏中的束闪之魂 主要攻击求生者的武器就是阵魂伞 名为阵魂伞 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伞上面的黄符 大概是黄符贴在伞上 伞不仅能寄存玩灵 还能镇住玩灵的寓意吧 所以在束闪之魂的背景故事中 小黑和小白的灵魂原本是寄存在伞内 伞被三轮买走才会流落到西方的庄园 但伞被买走之时 小黑和小白都没现身阻止 估计那时伞生的黄符还是有阵魂的作用的 但到了庄园之中就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黄符早就拴不住伞里的灵魂 束闪之魂不仅现身了 还变成了拿着雨伞在庄园 追击求生者的新监管者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